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基本款的衣服或少量的衣服去做出很多不同的搭配 比如说你用15件衣服和裤子裙子类的东西去搭配出 可以搭配出60多种不同类型的搭配风格 这样呢就叫做胶囊衣橱 从胶囊衣橱当中还也分出很多种 比如说胶囊年度计的衣橱 就是你一年当中可能就是这么多衣服去搭配 或者是季节性的胶囊衣橱 比如说它有一个概念是333 就是三个月当中你只用33件衣服来做搭配 这个呢是季节性的胶囊衣橱 所以呢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很多 这个胶囊衣橱不同的概念 以及很多博主的分享 我今天呢是主要我自己已经快 就是两年没有理过我自己的衣橱了 我是我之前因为搬家搬得很勤 然后我东西真的是很少 衣服就是可以点数的出来 但是经历过真胖胖胖胖胖 痛了十几公斤之后又瘦下来这种阶段呢 我衣服就是就是什么尺寸的衣服都有 我都还没把它理出来 所以想今天做这个视频的机会 把自己的衣橱给理一下 做一个胶囊衣橱 看看它到底适不适合我 好了胶囊衣橱的概念是刚刚我讲的 然后将的衣橱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理出自己的穿衣风格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了解你的衣橱 我是整理当中我才发现 我是一个始组的条纹控 我真的是发现这一整理 我发现我有十几条就是条纹的衣服 有些衣服甚至是重合的 我买了一件了 我又买了一件差不多的 因为我觉得好看 所以呢这也是就是了解自己的衣橱 到底有多少衣服 才能控制自己以后的一个消费 就是安排自己以后合理消费 什么样的东西呢你是缺的 什么样的东西你是需要去补足的 这样我是用三步去打造我的胶囊衣柜 第一步呢就是把你所有的衣服给理出来 这样子才能重头去整理自己的衣柜 来看我下午我们家的小鸡茶 我们下午一会儿 然后第二步 第二步呢就是要整理 就是你该整理这些衣服 你要是留还是不留 因为衣服太多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衣服就留下 所以呢我们就要去 根据以下的五点 去解决这衣服 留还是不留的问题 第一点就是 压箱已经超过一年 没有穿过的衣服 这些衣服呢要么就是我们已经 忘了它的存在了 要么就是已经对它不心动了 所以呢这些衣服呢 建议是不留 第二点就是不常穿 但是适合特别场合的衣服 比如说有些 特别正式的裙子呀 特别正装类的东西 你可能会有很多 因为我也是就是说 比如说朋友结婚了 我就会去买一件特别特别好看的衣服 比如当天穿了之后呢 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去穿了 然后第二个朋友结婚 你又不可能再去穿同一件衣服 是不是 所以你要慢慢慢慢会累积到这些衣服 然后这些衣服呢 质量又特别好 因为你买的时候贵 好的建议就是留三件 就是其他你可以淘汰 留下最喜欢最喜欢的三件 这样你就有可能机会去穿到它 然后第三点就是太旧啊 变形了的 起毛的 有污质的这些等等 这些衣服 可以不留 就是你可以淘汰掉它们了 第四点就是 已经不适合自己尺寸的衣服 不管是太大呢 还是太小 就是你不要等到有一天说 我等我瘦下来 我就可以再吃穿它 说实话 这个 你有得等 或者是 除非你真的是有这个毅力说 我三个月之后 我就可以穿它 就是你马上现在行动减肥的 不然我觉得你等等等 等到 这个体型还是没有减到 之前的那个度 所以或者是就是 我生完孩子 就是已经很大的衣服 都已经穿不了 就是大的 很恐怖的那些衣服 就已经超出尺寸的 这些衣服 我也不会把它留下来 就是处理掉 我只留下 现在适合我 现在尺寸的衣服 我才会去穿它的衣服 第五点就是 不是适合 现在自己风格的衣服 就是 我们 可能就是 眼光会变 品味会变 很多就是 过时的风格呀 或者是很多 已经不适合你自己风格的衣服 我觉得已经是 没有必要去留它了 因为留着留着 你也会不到 你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一天再去穿它 而且已经不适合 自己风格的衣服 肯定是 不会再去穿 而且穿上了 我觉得 也会 不舒服 就是不是一个 很自然的一个状态 会去穿它 所以呢 这个东西 这个衣服呢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留 好了 这以上五点呢 是可以帮助你选择 衣服留还是不留 有些衣服真的是很难去抉择 所以呢 不妨把它试着穿上来 试试看 我到底是不是有一天再会穿到它 可能就是在身上的感觉 会更确切一点 就是直接一点 第三步 拍照 录入自己的电子 衣橱 你可以用一些APP 或者是我直接把它 传到我的笔记本电脑上 做成一个APP这样子的 那个PPT一样的 那个格式 我就知道 我有多少衣服 在最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做的那个 我的胶囊衣橱 我们把它拍照录下来 有时候会就是 选衣服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去衣柜里去选它 你可以在你的电脑上看 或者在你的手机上看 哎 我有哪件衣服 可以穿这一件搭配 或者是 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你有哪些衣服了 你下次再去买的时候 就不会再重复的买同样一件风格衣服 这样 好了 这是简简单的三步骤 就是告诉你们怎么去 打理自己的一个胶囊衣橱 好了 我离好了 这些都是要清理一下的 嗯 这一堆呢 这一堆呢 都是孕妇用的东西 所以希望给即将要怀孕的朋友 这一些呢 都是比较工作的 大衣啊什么的 对 然后这三堆呢 都是拿给我朋友 他女儿来穿 亲上的衣服 比较穿得快 然后这些也是孕妇的 嗯 好了 要解决掉掉的 就是清理掉的 有这么多 结束 我清理出这么四大胎 要整理掉的东西 要处理掉的 送给朋友 或者二手货处理 都可以 不要浪费 然后我自己留下的东西 呃 裤子四件工作的 两件牛仔 休闲的两件 呃 平时穿的 然后这是运动的 两件 短裙 三件 零裙 还有一件衬伤 蓝色的 两件开伤 然后长袖的 我留了七件 然后 那个短袖的话 是有六件 有颜色的 还有六件白色的 总共十二件 好了 这些都是我留下的 衣服 好了 外套那些 我还没有理 外套不多 我一般就一件外套 两件 我就三件外套 我一件衣服 都不公顺 我了 跟我 我一件衣服 不公顺 我一件衣服 都不公顺 我也不公顺 我一件衣服 都不公顺 其实我似乎 小匙 我安 好 这件衣服 还有 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见